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到 就是说我们的电子波 那它在传递能量 传递能量的话呢 它是Groove Lossity的 这个把能量传递出去 那更严谨的一个方式 来把这个Energy Transport Transport的话 你怎么样把Energy 传递出去这件事情的话呢 是一个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那在之前我们已经讲到了 就是说一个traveling wave 那对这个traveling wave 来讲的话 OK,如果你把它严谨一点的话 就是,这是一个电池的波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如果这个电子波是沿着Z轴的方向传递的时候 那我的电场是E的时候 我的磁场呢 是H的部分 那E跟H呢 它是一个垂直的情况 所以我们再进一步的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这两个物理量 那如果我进一步的把E跟H close OK 然后我把它做divergent的话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关系的部分的话 因为这个divergent divergent是要对E divergent 也要对H divergent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对E作用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对H作用的部分 所以它这个地方应该是布的 因为你交转换以后 那我们看到的 一旦你把它写出来以后 刻E的部分 你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那这边这是H 结果 那如果这个关系是在一个simple median里面 那如果是在simple median里面的话 第一项的部分 h dot rong v rong t这一项 它会是h dot rong v的话就是muh 然后rong t 换句话说我可以 因为mu是一个 这个 没关系我们把mu放在这个微分号里面 无所谓 我把h放进来的部分的话 这就变成是1 2分之1的 rong rong t 把它写在底下好 2分之1的rong rong t mu h的平方 ok 这是第一项的情况 那后面这一项 e 这有一个dot dot rong d rong t 因为是在simple median 所以你一样的 是1 dot rong d的话呢 就是一项1 因为simple median 然后rong t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1 2分之1的rong rong t的 一项1平方 ok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把 刚刚我们所表示的 1 2分之1的e dot h这个整个就可以写成负的rong rong t 然后1 2分之1的rong h平方 再加上1 2分之1的h1平方 然后再减掉 z是等于一项1 就等减掉一项1平方 ok 那有同学可能 马上会有一点解决 就是说 这两项 所对应的东西 一个 是什么 食能密度 一个是电能密度 对不对 所以 你现在看到的这两项 一个是电能密度 一个是持能密度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 既然都是跟密度有关系的部分 我们把这个 对barren来积分 1克 这是克 所以我们对barren来积分 G整个barren的部分的话 那这一块的话就复 负barren来积分 然后2分之1muh平方 加2分之1 1小1平方 对barren积分 然后减掉 1小1平方的dV 那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这个是持能密度 这是电能密度的话 那你现在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两项 很明白的 你已经对 整个barren积分的话 那这个就是什么 一个是持能 那这一项呢 就是电能 这是两个tun ok 随着时间的变化 的部分 所以 那这一项呢 如果你再注意看一下的话 1小1平方 这个就是什么 Omu power 那它的density 也就是热量 随着能量的损失 Omu损失掉的能量 的部分 那你 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density 也是把dV 那就是这整项 因为你是power 对不对 所以这一整项 你现在已经 吸出来的部分 对吧 这也是一个什么 一个 就是热的 的energy ok 所以 这个热的energy的话 那我们进一步的 我们看到了 对不起 我应该讲 power的部分的话 应该是单位时间的energy 所以我把power 把它放进来 ok density已经计较了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 就是说 好 左边的部分 我们都看到 是单位时间的能量 单位时间的能量 那右边应该也会是单位时间的能量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 右边的部分的话呢 你现在你直接 利用我们的diversion theory 那这个就是 e close h dot ds ok 这一项就是 e close h dot ds 那 等于 等于 单位时间 然后储存在 食能里面 跟电能里面 然后再加上 你这个因为在导体里面 所损耗掉的能量 换句话说 你在一个封闭的区面里面 ok 这个区面 那它的体积是valent 在这个封闭的 这个体积里面呢 它能处存在里面的 磁能跟电能 然后跟你的 ohm power的损失 就是左边这一项的结果 ok 那这一项的结果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一项 整个的部分 我们把它 做一个定义 那这个定义呢 就是我们 把 这个turn e close h这个turn 你现在看到的是 它一定是一个向量 这已经没问题了 这个向量呢 是 单位时间的能量 储存在 这个电能里面 跟磁能里面 那你用 surface有关系 所以我们把这个代表的是 这个power 的flow 然后 每单位体积 应该买单位的面积 因为你这个是对底A 金分 ok 所以 你知道这边是power flow ok 就是 每单位时间的energy 那这也是每单位时间的energy 所以就是power flow 那这个呢 这是面积啊 所以 这一项呢 一定是 每单位时间 的energy ok 这是总和的结果 然后 你现在在层上 面积 所以你底下 一定要除上面积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我把它写好一点 这是时间 然后面积 然后层上 以dimension的观点 你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这一项 就变成是什么 每单位面积 里面的power flow 就是 这一个tan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把这个tan呢 把它 定义 就是我们的point data 每单位时间 每单位面积 你的energy的 传递 出来的拨法 那 换句话说 我们把整个的定义 就非常清楚了 这是你的barren 你已经非常清楚 那 我说 单位面积里面 进去的power flow 进到 进到这个 过着我这样讲好了 把它变成传递出去的 会好一点 就变成是 单位时间里面 从这个barren里面 传递出来的point data p的大小 然后 跟你的surface积分 那你就是 total的是 单位时间里面 出来的energy 到底是多少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在这个barren里面 它的磁能 跟电能的减少 然后在 和 这个 你的 ohm power的 减少的值 就是 你在这个 surface 所包含的 这个barren里面 所减少的电能 所减少的磁能 还有你所减少的 power ohm power的 的结果 这样能理解吗 所以 对于这个barren 所围起来的 这个surface point data 到底有多少 是穿过这个surface的 那 这个 就相当于 这里面的电能 磁能 的减少 然后 当然这个磁能 跟电能的减少 是单位时间里面 所减少的 还有 你的thermal energy 的减少的值 所以我们把这个P呢 就直接定义成 这个叫做 point data 那它是一个 power density batter ok 它是一个power的density 的batter 那 所对应的 是一个电磁场 你传 往外传播出来的 能量 到底是多少 那 这个能量 传播出来的能量 是多少的话 那包含里面的 电能 职能的减少 还有你的欧姆的损失 的一个减少的情况 好 这是我们 对整个 这个 point data 这个 整个的一个定义 那 一旦有这个定义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 实际上这一项 就是等于total的power 你穿过这个什么 穿过这个surface的total power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个 穿过这个surface的total power ok 好 好 那 对这个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几个special case 第一种case的话 就是说 我们没有这一项的情况 那没有这一项的情况的话 那就是 sigma等于零的情况 sigma等于零是什么情况 就是你没有 losing的情况 losing的 losing的 medium 那如果没有losing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自然而然 你就没有热的水 好 那相当于你的能量的改变 就是电场跟磁场之间的变化而已 ok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呢 也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在 static 换句话说 电场不是时间的函数 他不是时间的函数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你既然不是时间的函数的部分的话 那换句话说 这两项 会不会随着时间改变 就不会了 所以这时候啊 你电场跟磁场 你完全 我们讲 这个w 我把这一项调作 wm 这一项呢 调作w1 那wm跟w1的话 他今是constant 他随着时间 是constant ok 所以 你会看到 这个 对时间 微分的话 一定是零 所以 你看到的 到底 这个能量 是差多少 你这个能量 每单位时间里面 这个 这个体积里面 所损耗的能量 就是 完全是这一项 所贡献 那这个呢 你就会看到 你的point beta the S呢 就是负的 sigma 1平方 然后db 完全是 有欧姆 the power loss ok 这是 两种很极端的 一个case的部分 那这两种case 其实 都有可能 发生 但是我们如果是一个 这个 timeharmonical field的时候的话 那就不可能是case2的部分 那可能是case1的部分而已 那如果是timeharmonical field的时候 case2的部分 就是这一项的部分 会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重 对于我们这里面的能量的损失 跟能量的变化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举个 先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看刚刚讲的东西的话 我们在这边擦掉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看到 我说电场是这个方向 那 磁场 它是这个方向 那现在你看到 point vector的方向 是哪个方向 e cross h 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 这个是point vector的方向 也是你能量 改变过着能量传递出去的 一个大方向 e cross h ok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已经知道point vector的定义了 那我们就举一个 非常简单的例子好了 我说我们平常的一个 长直的这个导线 那对这个长直导线的话 我们说它的半径如果是b ok 里面 有一个current density是j ok 那我们把这个current density 这个方向呢 我们定义成 这个方向我们定义成 z 轴的方向 好 好 好 那在这个条件底下的话 那我的j 自然而然的就是z 然后current density 就是单位这个面积里面通过的电流 这就是我们的j的大小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在一个完全是禁止的 那你这个是禁止的电场 就是static的field的情况之下 那就是dc的situation的部分 换句话说 这时候的电场就是j除以sigma ok 那它的大小就是我们可以zcomponent 然后pi v平方sigma i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b子里面 你也可以用安培回路定理 你可以看到 我把这个是z方向 这个是z方向 那你现在的电场是这个方向的话 就是z轴的方向 那我们科 这就是这也是电场的方向 ok 我们把这个节面挖出来看的话 那电流也是这个方向 那你安培回路定理 你很 马上可以看到 我的h呢 基本上面 h.dl 是等于 μ0i i的部分 那你这个是i ok 那所以你基本上 这个是2pi vi的 vi的方向 我们说 这是你的h 这有没有问题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这两项 都不是时间的函数啊 所以就是这种case case1的部分 好 这个 不是case1 是case2的部分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point vector是等于多少 e 那equalsh 那equalsh的话呢 e是z pi b平方s,i 所以你马上你可以知道这个出来是腐洲的方向 然后乘上 然后乘上2pi平方 v三次方sigma,i平方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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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point vector是负的周方向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们先让我们看 我说我把point vector dot ds dot ds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我们把负洲 2pi 平方 v平 三次方 sigma i平 i平 方 dot ds 整个积分 它ds是什么 哪一个方向 ds的方向是 本来这是一个surface surface的话 你ds的方向一定是朝外的 所以ds的话 它是正周的方向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 这个积起来的部分的话 就变成ds 这个值是不随着 没有随着你的 这个 这个整个表面积的话 你没有随着你的 这个 半径改变的 所以我们的ds是可以把它写成是 2pi v 乘上 长度 l ok 所以你现在一向dot以后的话 你马上可以得出来是等于 负的 i平方 22消掉 ππ消掉 v消掉 一个 所以这π v平方 然后乘上 sigma 然后乘上l 那你现在你看这个东西 是什么 我说 πv平方 就是这个的解面积 对不对 那 那πv平方乘上l πv平方 分之l 就是单位面积的l 然后 sigma的话 就是你的 sigma是contactivity 所以 所以contactivity的导数是什么 receptivity 对不对 电阻力 对不对 所以这一项其实就是什么 这项其实就是什么 r嘛 ok 这个ro是跟这个ro不一样的 要搞清楚 所以你现在你这个是 负的i平方 那你现在i平方 r你是已经很熟悉了 这就是什么 poulos嘛 对不对 sigma ok 这边少了一个四个 四个嘛 ok 好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这个就是你的电阻啊 那i平方r就是你们熟悉的东西了啊 对 对不对 对 那代表是什么 代表就是说 你这里面 单位时间 所损耗的能量 其实就是i平方r 那我们说 我们point vector就是代表 这个region里面 ok 你有单位时间有 i平方r的能量 跑进来到这个什么 跑进来这个region 跑出去的是负的 i平方r 那就是你必须 你有能量 往里面跑 那这个跑进来的能量 单位时间里面是 i平方r的能量跑进来 这样了解了吗 ok 有没有问题 所以 实际上这一项 所代表的意义 是你们以前就已经是到的 就是你们的欧姆损失的 这个 因为欧姆电阻所损失的能量的部分 那前面这一块 应该是很清楚 就是电厂 磁场跟电厂 那所对应的磁能跟电能 随着时间的损失的地方 呼号的意思 就是代表 你这个region嘛 你现在你看你这个region 你的point vector是往里面啊 对不对 换句话说这里面 走到的能量 对 因为你本来是什么 你的point vector是 这个区域里面往外 有多少能量 结果是负的 π i平方r 那就是能量要往里面来 这里面power loss的话 是i平方r 单位时间里面这里面已经损耗掉了i平方r的能量 ok 好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一个整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也因为这个概念的话 你知道了每一项的意义 也知道了这一项 你所对应的 为什么会有一个point vector的定义来 好 好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嗯 请不吝点赞 你们 是的 我们 好